其实本来就不错了 拉近的是我们俩的关系吧 我们是演好朋友 是什么缘故让高原原有此番言语呢 其实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09年说起 因体质英雄 周一铭与赵又廷双双入围第44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最终赵又廷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殊荣 周一铭遗憾落选 种种关于赵又廷与周一铭不合的负面性能 一瞬间铺田盖地 时隔四年 周一铭与赵又廷再无交集 而近日因为新片单身男女二 身为赵又廷拟友的高原人和周一铭音系而结缘 我在现场看到的仔仔是非常非常的谦逊 然后也非常的专业 然后他平时也不说话 但是到镜头前面 他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很开心 他在荧光幕带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清醒 然后很直来直往的一个女生